根本问题就是无名 根本问题就是贪嗔痴 我慢 嫉妒心 这个听闻了佛法以后 能够彻底地处理 所以佛法的可贵之处 不听到的人择疑 听到以后 讲一句事实话就是 你一定会着迷 这个佛法正是太好了 而这个着迷正是正觉的时刻 人家讲你是着迷 没关系 人家你迷佛法 你听见闻法 人家说你着迷 你要偷笑 就怕你不迷 你不迷佛法 你就不悟 所以这个佛法 是最了不起的 最了不起的 底下说 见案也是见 与无声也是成 无声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你就听到 就是极净声 极净声也是成 是相类似的道理 以凡情而言 只有有声 才是生成 无声 而佛法则更生一层而言 有声是成之动向 所以又称为动情 无声则是成之静止之相 所以称为静尘 所以有声与无声两种成 同样都是可以听得到的 只不过听到静尘时 所听到的是一片静悄悄的 当我们听到一片静悄悄的时候 不能说没有听到 不但不能说没有能听之性 也不能说没有所听之成 能听之性永远是有的 而所听之成 这时是一片静悄悄的静尘 这个静尘就是俗称的 无声之声 诸位你要记得 在佛法里面 无声意思声 完全你到山区里面 完全没有声音 听到静音 静静的声音 静本来说没有声音 这个在佛学来讲 还是一种尘 而鲁家与道家 静静静没有声音 的时候这个声 给了一个很弦的美丽之词 叫做天赖 天赖 当你心很静 很静 而周遭也很静 没有一点声响 这个时候 你若听到一种无声之声 盈盈于耳 盈盈就充满意耳 这就是辱道 所称的天赖 别高兴 以为你很高了 其实你所听到的 只是周遭的静尘 你看 静后面还加一个尘 所以在这诸位 我们今天 内在里面痛苦烦恼 不是 我们跑到 某一个山上的木屋 某一个山上的民宿 夫妻吵架 某一个山上的民宿 或者木屋 静下心来 就可以解决你的烦恼的 解决你的烦恼 你必须面对 同时要超越它 当究竟解脱 没有所谓超越这个问题 诸法本来就空了 所以这一层 没有这一层功夫的 想要解决 生命当中 所有的缺陷 是没有办法的 所有的众生 都在追求 解决 内心痛苦的办法 但是没有一个人 找对方向 就是苦上加苦 随便举一个例子 这边几个例子 譬如说赌博 你为什么要赌博 我想要赢钱 我想要赢得更多的钱 金钱 是不是 内心拥有更多的钱 更快乐 结果去赌博 不但没有拥有更多的钱 反而反过来 勤加荡产 好 他本来想要找快乐 就更痛苦 再来 我们用吸毒 一个人内心无聊 开始吸毒 为什么要吸毒 吸毒就是希望更快乐 吸毒内心没有依靠 希望能得到一点依靠 结果染上毒品以后 也是勤加荡产 有一个吸毒 回到家 他妈妈不给他钱 拿刀子杀死他妈妈 他吃那个药 分不清楚了 喝酒也是一样 世间所有的享乐 总是希望得到快乐 喝酒也是希望得到快乐 打麻将赌博 也是希望得到快乐 交男朋友女朋友 都是希望获得到快乐 这个答案都是一样的 所以 佛陀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快乐 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快乐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知道 了解真正快乐是什么 为什么佛陀讲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因为我们找不到极灭 如来大多的智慧的快乐 因此就聚重于外在 才是明时岁 因此本来要得到快乐 就越来就越苦 绳子越绑就越紧 越痛苦 所以我看了电视的时候 一个女主角 长得很漂亮 然后她受到感情的打击的时候 男朋友放掉的时候 连续剧了 然后在电视的时候 人家安慰她 她心灰意 然后自己跑到一个房间里面 静下来 还是静不下来 因为她不懂佛法 是不是啊 不懂佛法 后来人家再继续安慰她 也安慰不下去 人家来安慰她的时候 她跟她讲一句话 她就说 我决定出家为你 又来了 反正就是碰到那个 没办法解决的 就是讲这句话 我决定出家为你 你看又来了 这个就是电视剧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不要说世间人不懂佛法 告诉诸位 你坐在这里 不一定了解佛法 为什么太深 太难 非常 微妙 很难去体悟 进入这种 佛的灵意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外面人 误解佛教 是可以理解的 用 深入的智慧 我们是可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会扭欺 或者误会我们的佛教 因为佛法真的是太难 讲这个也不对 讲那个也不对 讲这个也对 讲那个也对 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东西 它什么东西都对 要指不出来 不可以否定 像就是性 不可以肯定 性指不出来 所以佛法 它有个技巧 它就是 记得 你学习佛道 就是这样 第一个 要完全否定 种种的像 若见诸像 非像 极见如来 第一个 你要用全部否定 了解凡受像 都是虚妄 诸位 这个就是否定 底下用肯定的 你一切像 极命诸佛 能理向的 就是诸佛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 如来则及诸法如意 如来 什么是如来 就是心性悟到一切 法毕竟空 心如如不动 那个就是佛 是佛在心性当中 不在外面 这第一层功夫 你要否定 一切像 凡受像 都是虚妄 第二点 你要肯定这个真心 的存在 你一切像 极命诸佛 我们有真心 好 肯定 否定跟肯定 回归到 撒那之间 回归到撒那之间 回归到撒那之间 就是肯定跟否定 同时 就是回归当下 回归当下 所以为什么说极乐世界 不可以等到 灵命中呢 主位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如何 一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可以等到灵命中 哪份期待呢 怎么可以 是不是 既然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今天不解脱 明天不会更好 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 这一句话 就是修行人的座右鸣 你现在 你今天不解脱 明天绝对不会更好 而且是永远不会更好 因为你明天 再等到明天 再等到明天 你现在听到佛法 说放下就 放下 然后明天起 每一个时间空间 你告诉自己 统统在做修行 不了解佛法 明话说 了解佛法 二六十中 统统在修行 每一个顺境 都在考验 自己的贪婪 顺境 现前 我有没有贪婪 每一个逆境 都在考验 自己的称认心 我有没有存在 过去的习气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是行住作物 他统统在练这一颗 如如不动的心 念佛 那么阿弥陀佛 集中这句符号 谈诚是统统放下 不可以等到明天 不可以期待未来 更不可以期待灵命中 现在就要解决问题 往生是现在的事情 既然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如何会期待一个 无不可得 无不可得的未来 是不是 所以就是万法 回归当下 因此我们也了解 净土法门 信愿行 通通在这颗心性当中 起作用 深信自己的清净自信 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信 信自心性 也信佛的愿力 信自信他嘛 愿要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可是念念我这个愿 是清净完全 清净心的净土 相应的 行 也是一心念佛 行实善 一心念佛 行实善 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 一心念佛 这个念佛 这句佛一出来 就是妙 就是明 所有念佛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然后 随自己的因缘 修实善业 这个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途 往生极乐世界的正途 我们修行人 总是把禅跟禁打成两段 这个是错误的 禅就是佛的心 修净土法门 离开佛的心 你怎么修呢 是不是 怎么可以把禅跟净打成两段呢 不晓得禅跟净土的终极点是一样的 但是修净土的因为它比较善巧 方便又好修 所以一心念佛 万般不计较 万般不计较 容易成就 所以师父还是欠你要念佛 但是你不能说 不知道这个心性 你一定要认识这颗心性 底下 其实你所听到的只是周遭的进程 而凡夫之人妄想 既找种种相而自以为高 同样的 有见以无见不应依所见而定 而应依能见来看 而且若所见是暗 并不是表示无见 只是所见者为暗尘而已 所以能见之性毫无影响 换言之 所见之常是色或者是暗 并不能令能见之性 变成有或者是无 意思就是 外尘有生有灭 便亦等相 本性能见能闻之性 无有便义 虚故应依性不依禅 诸位 用本性修行 撒那之间就进入佛的灵意 用本性修行 用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心修行 省时省钱又省力 撒那之间的见性 用妄想意识心分别 百千万劫 所以佛法 你要进入不二法门 绝对不可以切割的 因此八大宗派 同一个佛的心